請坐下公主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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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的部分呢 是22項調整 其實不能說它很複雜 應該說它很貼心 這些合體型的人 環飛豔瘦 都可以得到一樣的一個 舒服的乘坐位置 那一般 我們在調整椅子的話 就是靠這兩個 就是椅面跟椅背的部分 可是它有很多细节的部分 比如说安全带的高低 安全带比如说安全带高低 然后肩部支撑 要靠调整跟座椅的包覆调整 我们这次座椅包覆性 是包含腰部跟椅面的大腿都可以调整 大腿前方的一个支撑 都是靠这个我们有一个新的设计 就是叫多功能控制 所以你要调整一些细节的部分 多功能控制纽要往上班或往下班 选到这个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这五个功能以后 然后呢请大家看着MMI的画面 这时候MMI的画面会跑出来 对 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很简单 像现在第二个功能 叫做安全带的高度调整 你要调整高低的话 一定是跟对应这里面的箭头是上下 所以这时候的箭头只会亮上下 那像最下面这一个叫做大腿的支撑 大腿的支撑 你按照你的直觉来讲 它是前后 所以这时候它里面的箭头 只会有一个前后的箭头存在 所以你要看调整这个东西的话 可能要请你看一下MMI的画面 去做一些细部的设定 它可以调整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它想要用比较简单的方法 去把它整合起来 在操作的时候你必须看一下MMI的画面 知道你目前在什么样的调整的功能情况下 你才要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细部的设定 所以它有五种模式跟五种强度可以调 那如果是长轴车型的后座的话 后座是4.2V8车型 后座才有按摩功 3.0的长轴后座是 目前是没有按摩功的 所以五种模式就是说 第一个它可以有一个独立的开关 你按下去了以后也是一样 这时候是先按上下 不是波动这个 这时候是按里面上下 选择你要的按摩模式 像波动拍挡伸展腰部肩膀 选到你要的以后再按左右去调整你要的强度 短时间内讲那么多的东西 会觉得这台车很复杂 可是其实你用一下 你会觉得其实算简单 就手 因为它很多都是图形界面的东西 那如果是后座的话 后座的话在中央 就是后座中央扶手 旁边有这个座椅调整按钮 上面有这个按钮的话 它有两种模式 所以你按前面前半部或者按后半部 接下来你按一次的话 LED灯号会亮一个灯 两个灯三个灯 那个灯号就代表它的强度 所以它有三种强度 然后有两种模式 可以提供给后座的成员去使用 我们正常A8车型的就是后座是2加1座 那它后座是12项的电动调整的座椅 对 那加热功能是都有的 那4.2的长座B8车型是还多了通风功能跟按摩功能 另外我们今天有一台车比较特别是 它是包含这个叫尊爵舒展座椅 那它也就是像 类似像头等舱起的一种感受 它是独立四座的一个车型 它整个完整的 它可以把椅背 就是你只要按一个按键 它的座椅这边就可以变成一种 比较舒适的一个做法 然后前座椅呢 会自己往前移到最前面 移背往前 这个割脚板会自己升下来 同时这个后座的荧幕会自己升到一个 直的 直立的位置 你只要按一个按键 一直按着它 它整个椅子都会跑成这个样子 那当然前提是前座没有座人 前座有座人的话 嗯 对 可能会 会发生不太好事情 那可是如果今天你按你车门上面 你看你车门上面 会有一个 就是像我们飞机起飞 一个标准坐姿 跟一个比较舒适的坐姿 这两个按钮 如果你今天按那种 比较舒适坐姿的按钮的话 你前面的椅子没有动 你要看一下前座 车门上面 记忆功能的那个按钮 它有一个off灯 是不是有亮 off灯有亮的话 就代表 你现在没办法使用这个功能 所以你要按一下前面的按钮 你要让它的灯是熄灭的 也就代表前座记忆功能要开的时候 后座才有办法去控制这样子的一个设定 对 这是一个保护机制 后座 它有一个独立的按摩功能调整器 它有四种按摩模式 五种强度跟五种速度 所以它的功能更强大 这东西真的很棒 看起来很漂亮 它也有专属的写字桌 然后旁边也有一个 千万要接电脑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车用电源供应 然后另外呢 电台车也有配备这个全体式电动玻璃天窗 那它前后两片都可以上线 然后前面这一片呢 它还可以整个外滑出去 对 然后它里面的遮阳板 都是采电动设计的 那另外是 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我们现在A8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所有这种按键 其实基本上都是鋁合机做出来的 它并不是塑胶 然后拿去肚理 所以其实它的精致度 是真的真的是 真的是没话讲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环仓氛围照明特点 它有三种色泽可以选 象牙黄跟奇光白 还有保湿红 那可能今天太阳比较大 你可能开到隧道里面 你直接才可以感觉出那个差异性 那当然象牙黄你选择 象牙黄的时候 全车的LED都会变成黄色 奇光白就全车变成黄 可是保湿红呢 大概只有那个肩部以下的地方 会变成红色的 对 因为车里不会变成红色的 因为那个会还 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到 那个红光照到你的脸 晚上会吓到其他人 所以它车里这时候 就会变成白的 不会变成红的 就会变成红色的 对